大家好,歡迎來到旺角大球場 歡迎收看FOX Sports 你看到2015年阿協杯16強的比賽 來到16強的賽事 今天的比賽由南華在旺角主場 對著印度上一季的斑壩 亦是印度聯賽冠軍班加羅爾 我們看回南華今天的正選陣容 和上一場比賽 上星期42比0型東方時作出了三個調動 正選陣容方面 守門員摩拉 而是四個後防球員 分別有車韌秋保綻 陳偉豪再加上職司 接著我們看看 作客班加羅爾的正選陣容 守門員是28號拉迪 一隊中堅 有4號奧沙盧 5號古迪職 右閘也有隊長連盧 再加上20號的防守球員 今天正選上陣 這個大家要留意 好,球證雞星在這場比賽正式開始了 今天執法的主球證是來自卡塔爾的艾查森 現場我們看到球不太跳 可以慢慢執法起來 由於大家都知道 今天香港發出了 今年2015年第一個 黑色暴雨警告之後 又紅雨又黃雨 這幾天都不停下雨 所以場地的狀況 也曾經令到亞洲足協擔心 今天下午早段的時間 一、兩點都還在想 去不去,是否踢比賽 然後比賽前三個小時一定要決定 所以在五點前 其實已經決定這場比賽 將會繼續 我們看到這就是連盧 當然也有他們的教頭 韋斯活特,Westwood 好,過頭球比回來 車上抽 羅廣威跳進去 麥比蓮頂不了 因為被棄袋中堅奧沙盧 來自肯亞的奧沙盧 背後就是麥比蓮的位置 很快的球已經出來了 比了尤真神 尤真神就是球隊的 在印度的神射手 當然他不是整個 印度職業聯賽的神射手 只能入六球 但已經是球隊的神射手 就是藍衫,14號 即是來 不交易球,扔進來 好… 引到林鶴熙走到前場 其實林鶴熙今天看他們的陣容 就擺放了4、2、3、1 算是在麥比蓮後面 但你也知道 陣式的東西下場 就是大家收拾 起腳,第一個射門 就是來自他們球隊的 神射手,尤真神 我們看到尤真神下場 只不過是七分鐘的時候 很活躍 跟澳洲朗尼… 然後澳洲朗尼擺橫 然後傳回中間 然後就在韋豪前面起腳 摩拉就量了位 知道球隊都將會高出 不敢抬慢 在印度職業聯賽 入過六球球 今屆入過六球球的尤真神 製造了今場第一個射門 不過是不中籠的 南華似乎還未能夠 在中間找到一些板斧 被班加羅爾完全騙著來踢 如果能夠過到自己的半場 已經算是偷笑 莫比連 扶起來就是對方的隊長蓮盧 剛剛應屆的I League冠軍 今屆班加羅爾 在他們自己的聯賽中 近來12場 不敗 當中有七場贏球 自然有五場合球 進來金區 被澳洲朗尼頂到 好… 對 很猛人 也吹罰了奧莎奧 推下了是莫比連 奧莎的身體語言似乎是莫比連扮演 但球證看得很清楚 艾茶森吹罰球 在前場南華博取出一個 死球進攻的機會 這邊也說羅賓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站在梁振邦的前面 艾茶森也跟梁振邦說清楚 聽雞聲 這裡也叫來擋住的球員 走開,可以過主了,羅賓 但接著有另一個 那個就是迫賀熙 又站在傻邦前面 人場只有三個 傻邦細細力把球放在他旁邊 撞到鼻子 但球證沒有吹 即是說那場比賽是繼續的 好,現在再吹回頭 偉豪也投訴說 批到差勁,撞到鼻子 好像看到有血,是嗎 還是轉紅了 如果轉紅了,當然可以繼續 應該沒事 掃門員拉迪 拉迪是班加羅爾今屆的 正選守門員 其實他們也有一些 開國功臣是沒有來的 包括曾經踢過前米道士堡的 中堅阿莊神 亦是印度職業聯賽第一位 外國球員,外援 其實他們的球會 只不過在2013年7月 才創造球會成功 這一刻,第一時間轉身 試一試射,第二位射門 佩雷拉返回去給拉迪 大腳踢過來搬牆 即使來 再給摩拉 這一下又是立人 後面升上來的時候 都相當細胸甲狼 佩雷拉 這一下其實就… 平心而論 平心而論這一下是過分的 因為其實他升上去 他不會頂到我的球 他只會撞到人 但球證似乎也再看一面 好,看看就是… 偉豪看一看 麥寶站在自己的中圈 大腳踢到前面 麥比連應該滑倒 好,後面推人 但球證沒有吹 後面出來的時間 奧沙羅推人才出手 不是用頭的 省多人彈下去,像波子基一樣 碧賀熙也要回來了 這是前鋒 解圍最終保持得住 給了澳洲朗尼,不用出界 又給了全場最矮的球員碧賀熙 這段時間,其實是用到球場的深度 和闊度 回防的速度又如何 車上抽到左閘的位置 伸架,轉方向 佩雷拉 左腳出球 看到又再一次 就是寶站在中間殺光的 但仍然未能夠完全解圍 好,這次要吹罰 這次輪到Philip被人侵犯 由真神… 球證吹罰了,由真神 就撞到陳兆君 如果看看班加羅爾的進攻 你看到幾個層次 而且而且分開兩邊的時間 左右兩邊都可以去到 右邊的身家可以去到 左邊的游真神可以去到 而中間獲加分球的… 派牌的路數也好 比較多元化 如果計算班加羅爾暫時的進攻 但南華最值得讚的 就是他們的中後防 不得不要讚太多了 因為通常是評述元魔咒 讚讚一下就… 這樣就別說了,對吧 好,過頭給了艾華 她已經過了,就是佩雷拉 但中間有沒有人接應呢 麥比利 但我會設定過來 然後打算給了艾華 艾華也想不到 這麼可愛,還給我 好,澳洲朗尼回後 好,阿威拉 動了,就是艾華 還有奧沙奴,大腳踢到麥利 散了球迷 還給了手指弓艾華 讚一讚她 很棒,那一刻抽到球 之後也可以位到她的頭頂 暫時雙方還沒有任何越位 即使來 比利買來,扔回到位置 馬國波稍微往那邊方向 亦看見重心腳滑一滑 其實她的膝蓋有點傷 因為上場對著東方 然後踢進級 即是踢貴后富家賽 其實被人撞傷 其實南華已經殺入貴后富家賽 決賽 接下來將會在星期六 看看能否贏得 如果贏得貴后富家賽 南華便獲得下季阿歇杯的資格 她今年這個阿歇杯的資格 同樣是因為上季、季尾 贏了季後富家賽而獲得 陳學 這裡是林學熙 打算打算給羅廣威 下去還可以 連羅來包方位 再上來,中間有人 會否太貼門 麥比蓮在中間撿一下 但打不到位置 她投訴中間要人不要球 佩雷拉 好,這邊就是阿偉浩 試了今場第一個王牌 給了羅賓 應該是正好羅賓 已經刪過一次 林鎮邦 在鏡頭前飄過 給阿朗來還是給了羅賓 羅賓可能上來爭辯 慢鏡頭看看 看了 應該讓羅賓看上去 這一下她即時的反應 說沒有心 但鞋底印了下去 不要理會 這些球證不看就沒有心 那一下鞋底餅先 也出示了今場第一個王牌 給了澳洲羅賓為首球 其實她拿到球 應該是首球 中間是碧賀熙 也很精彩,Philip 然後推進了球 左邊是麥比林 右邊是艾伯 追蹤球,打算給下去 也撞到,艾伯進來金區 遲了起腳 結果被氣袋中堅奧沙奧殺了球 但是給了12馬 這邊看見守門員 拉迪跟助理裁判員說 你也看到的,先踢到球 但球證在後面 當然她吹了 而助理裁判也沒有任何指示 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艾伯拿到球 接著再去 雖然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當然是捧南華 但這一球也摸一口飛 殺到球 即大部分那腳是殺到球 但是艾伯處於一個很有利的位置 而且她是控球在腳 沒有推脫腳 我想角度也會影響到球證 艾茶森的判斷 但無論如果我們更換個角度再看 麥比林撞過去就是被艾伯 先掃了球 然後再拉到艾伯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是香港球迷 就不管了,你傻了 告訴你 但是如果你是捧印度 就是捧印度的斑加羅爾 你自然一定會覺得這是一個冤案 好,我們看看麥比林操刀又如何 她不單止在香港的聯賽 上一場的附加賽入了兩球 另外阿歇的比賽中 也是神射手棒第二名 一射棒棒 在28分鐘 28分鐘的時候 南華憑著麥比林的12馬 1比0領先 班加羅爾 由於這場的16強比賽是一場過的 所以今天搞定 就立刻已經晉級到8強了 假如90分鐘賽和自然加時30分鐘 30分鐘再賽和的話 當然要踢12馬 現在這就是班加羅爾的希望 再看一次就是麥比林 射回上三路 其實很難救 很難救 還要網頂 這球沒得救 相當漂亮 麥比林 連續兩場都有球 摩拉一出來 好像打籃球一樣 拿籃板一樣 手勢相當漂亮 一粒粒下來就全 這球也是麥比林 在亞歇盃的第七個入球 對於班加羅爾來說 接下來當然要重整旗鼓 看看由真神給了王牌的澳洲朗尼 後面再上來是佩雷拉 沒錯 佩雷拉之後再給由真神 但為了意軟球 益了就是即使利 即使利看後面有沒有鬼 有,有鬼 當然有 所以先踢走到橫邊界外 寧願輸個界外球 遠一點的界外球 澳洲朗尼 轉得一個就轉不到第二個 前輔後計 我們的南華球員 一直很漂亮 羅廣威轉身 踩後再給車上抽 車上抽沿著左路一推 到了中線的位置 還沒找到人交 現在找到麥比林 沉下來避過了 就是中間的霍加 踢過來中間 然後再左腳背面彈過去 打算被艾華 出了底線 只剩下半小時了 慢慢入球了 麥比林 把手指還給艾華 他說抱歉 抱歉 跟艾華其實在這一屆比賽中相當相配 好,就是 拉迪 鬥跳的情況下 其實偉豪也跟羅賓爭 這邊應該吹罰了Philip 霍加 聽說米道士保 上陣機會不多 當然是 當然這樣才會離開 原來找到頭好的東加 出來了,保贊撈不到 朗尼回後 再射 浪費了 其實已經為了 讓後面上來的尤真神起腳 尤真神也是他這場第二腳的射門 暫時還沒中籠 由於他的炮台 最初站不穩 他也跪下 雲南華 暫時踢到上半場發定時間 剩下大概八分鐘的時候 依然憑著在大概十分鐘前的十二馬 暫時領先,1比0 在防務的工作做得好 以防守為先 然後站穩陣腳 打一些反擊 在後面,撞到人 我們看到對手很燥 對手很燥,對手很燥 對手很燥 這邊跟艾查森… 艾查森其實這些位置可以給王牌 因為球員發爛爭 把球放在地上 不過當然 他罰不罰的話 其實他決定… 這裡是拿到球 對的,他爭取對 不過其實他先踢到人 先踢到人 先拿到球 當然要吹罰 球證是吹罰了 但連盧相當勞氣 還發過脾氣 我相信艾查森會記住 記得這個位置 你再發一次 再把球放在地上 我猜他怎樣也要給王牌 他已經有機會了 羅廣威準備處理這個球 後面也看到有明報的記者在拍照 好,掉到尾柱 放在中間,不能夠擺位 起腳,但炒了球底 Philip… Philip炒了球底 全靜,他自己也不滿意 右腳放在這裡 其實已經做過了 然後再撐中間 麥比連,然後… 由於這幾天都保持下大雨 就算今天雷暮警告 黑雨沒有了之後 其實也保持下雨 但場地的去水 當然,我說很騙你 但也不算太差 很厲害 發定時間還有五分多鐘左右 一踩踩踩下來給艾華 麥比連在旁邊 這一下有些運氣 撞下來艾華到 跳完一輪舞之後 有新位,林學熙 然後他自己再哨 再比前面,直了一點 拉滴出來,沒收 連路 好,過頭球 應該車上抽就全包了 再加上球 落地也知道出界了 在那邊 有些時候落地就卡在這裡 那邊也看到比較乾爽 那邊比較少 球員就走下去 我們看到羅賓 也很少走到禁邊 但這邊艾華不斷在這裡哨 再加上佩雷拉 在左閘位上 上、下、下、下 打地也爛了 好,澳洲朗尼 第一次拿得漂亮 帶回中間大位 後面先撿一下 又有Philip,接著去不到 給了尤真神 尤真神就拖慢一點 然後再給了佩雷拉 接著分下去漂亮 但被過了佩雷拉 再出到美柱 但這件事… 再加一腳 又是有一腳 先踢出來 解圍一個就是梁振波 好… 這裡犯規了 出發了羅賓犯規 羅賓的身形相當好 如果你說有朗尼有腳法 羅賓是大狗 再加上是矮仔多激的碧賀熙 現在拿著一球在手 我想全世界的球隊 當然都不能安枕無憂 但只要看他們的4-3-3陣容 因為這4-3-3陣容也是他們球隊 班加羅爾踢開的 變成他們那三個球員 其實默契等等是相當好 其實在後備名單當中 都還有 就是同樣踢隊長 印度國家隊隊長的查迪 是未落場的 所以如果他們現在 是印度的班加羅爾 那個化學作用 前線的化學作用 可能當時發揮完一輪 可能沒甚麼了 開始懂得懂得懂 還有印度國家隊隊長 查迪可以下場 當然現在當然是時間上早 法定時間 上半場仍然有三分多 先遠 來到比賽的尾段 又變成攻防戰 當然南華在這段時間主手 好,即使來 麥比連 都不得停 林學熙鏡頭的右下方走了 給車進抽 都不去了 保贊 看看偉豪 偉豪看一看 偉豪最近也說 自從米露回來之後 球隊有甚麼不同呢 最大的分別就是 因為米露在香港真的熟路 他知道了就是香港的洞路 看回看,麥比連好像有點默默 但不要緊,夠勤力 原來撿回球後 又可以再來給了Philip Philip Philip看一看之後 還是被即使利 艾華已經在中間 再深一點,還有麥比連 很漂亮,即使利出個漂亮的球 很可惜,中間邁對麥比連 浪費了機會 他說有的 所以即使利這家球 是他的看家本領 他那一刻的斷速 爆下去 一下子推下去 改變方向 然後進入禁區之後 就黃帝了 差一點 麥比連在中間搏 而林學熙在美柱 也是來自一步 突然之間轉向 也看到尤真神 其實防守位是漂亮的 剛剛他閘在禁區外面 因為如果你在禁區裡遇到人 就隨時被拚到12碼 好,拚到角球 羅廣威 霍家先撐到 但假如不軟位 18碼點而已,很危險 好,這邊就是羅賓拿到 但羅賓應該是最前的 所以他看著誰 是否給了碧鶴熙 即使利 搜到,但結果大件事 下來就是朗尼腳 即使利 朗尼 射得漂亮,朗尼又救得漂亮 朗尼這一腳 真正有朗尼的風範 不僅是髮型和頭型似 像炮彈 剛剛好 這一刻不能想 如果不把手放進去 會否撞到美角呢 還想嗎 到時不是,那怎麼辦 誰揹飛 當然要先飛下去 我們看到朗尼很漂亮 朗尼很漂亮 44分鐘,即是現在44分鐘的射門 中籠的射門 好球 朗尼 有壓力了 橫出球也是他的藥項 這就是巴加羅爾的第一個角球 由真神,右腳 美柱 但解惟頂得不遠 羅廣威回來,再加腳 先踢走了,然後給了艾華 但一個對著兩個,怎麼辦 開右脫步,滑倒了 這裡不幸運,其實是… 場地等等 朗尼設定過來 中間打算給高佬羅賓 雖然給不到 但後面還有自己有身家 繞了一個轉子之後 就給了獲加 獲第一時間不要,撞了一下 然後給了尤真神 又對著即斯利 尤真神這次散了到即斯利的腳下 又一個角球 上次開角球的時間 找人海戰術圍摩拉 接下來… 你看見是矮仔多雞 是否看到碧鶴希 過去黏著摩拉 很明顯他當然不是頂角球 是最矮的 騷擾的是摩拉 策略是否成功呢 他在門前 球證吹了 這次看到了 他是故意的 看到就是這些策略 球證如果走掉了 這樣就可以了,對吧 這次是侵犯搜門員 摩拉被人攪拾 所以球證吹罰了 這很明顯 他全場最矮的1.6米 迫賀希去黏著摩拉 目的是甚麼 當然不是頂球,對吧 頂球就頂球 不過應該是頂他的胸口 保持只是保持一分鐘 賣查心 賣查心 也看著秒數 看著摩拉 有沒有在打球中 會否浪費時間太久 然後警告他 好,結果也被摩拉 打到完結了半場 經過上半場比賽之後 主場的南華暫時憑著 上半場28分鐘的 墨比連入的12碼 1比0領先班加羅爾